大家好,我是李志宏 咱们这期课接着讲G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上期课讲到了是For一次节点 咱们这期课讲一个另外一个节点 就是流程结束节点,按的节点 按的节点有什么可以讲的 咱们用的GPPM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么一个恐惑 咱们平时去查一个流程所在节点 查当前节点也好 查什么节点也好,都可以查到 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流程是否结束 这个怎么来区别呢 去怎么来获取到这个状态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咱们现实中肯定会用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咱们流程结束了,要做很多事情 看一下流程是否通过了,或者怎么着 或者是去发一条信息,发一个邮件 或者是去咱们业务表里边 去去改变一个状态 标识咱们这条业务已经完成了 这个流程结束是很重要的 每一个流程原则上必须都要走按的节点 都是要结束的 如果不结束的话 它会在GPP表里边永久的去保存 这个当然是不好的 就是垃圾数据了 虽然你的业务已经走完了 但是它这个不可能 它GPPM它是没走完的 这样会产生很多垃圾数据 这对咱们这个GPPM 也就是说不是GPPM不能这么用 用起来就是没有理会到它的真正的精神 这个是按照节点的一个作用 那么怎么能才能知道这个一个流程是否结束呢 就是结束了以后 如果要做一些动作在哪里去做呢 咱们下面去看一下 首先咱们去新建一个项目 还是 咱们GPPM6 把原来都关掉 改名字 把这两个删掉 部署进来 咱们看一下 首先咱们去建立一个流程 首先先建立一个空 新的流程 咱们就叫它And 这里流程那边 咱们去 让它有一个开始节点 有个结束节点 然后中间有一个Task 咱们去有两个Task吧 这看它更明显一点 然后咱们把它连起来 保存一下 正常的逻辑是这样的 是我发起一个流程 直接到Task1节点 Task1节点完成以后 直接到Task2节点 Task2节点完成以后 直接就And 节点 直接这个流程整个就结束了 咱们一定要防止这种误会 误区啊 就是说我And 节点是不能停留的 它不会流程 不会停留在And 节点里边 包括Star节点也不会停留的 就是说你只是说是一个标识 我直接走完了而已 就说真正停留的就是Task 还有包括咱们前面 这两个才能停留 咱们看一下 这个到的And 节点到底怎么去抓这个事件 到达And的节点 咱们有这么一个方法 咱们在And里边 有这么一个监听 JPPM有这么一个接口 给咱们提供了一个Event Listener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必须在On标签里边 On就是什么意思 就说我到达这个意思 就相当于在这个上 On有两个状态 是有个Event 这个方法 属性 它这是Start了还是And了 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到达这个And的节点是在我出发这个事件 咱们看一下里边有个Event Listener 它里边是有个class就跟咱们的Handler一样 是一个类 我进入这个类 里边执行这个类的方法是在这个进入And的节点 之前呢 还是进入And的节点之后呢 就是用这个Start标示的 咱们就让它之前执行 这两个一般都是之前 咱们看一下 里边咱们去订一个类 这个类是继承了一个EventListener 咱们就叫它MyAnd 继承了一个接口 就是EventListener 咱们一定要找到是JBPM的EventListener 这个也是跟咱们DecisionHandler一样是序列化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方法 是叫Notify方法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到达And的节点了以后 我这有一个QSEN参数 你还是能拿到这个QSEN里边的一些数据的 包括它的ID什么的 和咱们DecisionHandler是一样的 然后它是没有返回值的 就是说你需要做你的就行了 不需要给我返回 我JBPM就是不需要你通知我 只说我通知你而已 相当于是一个通知 你到达个节点 你要干什么事呢 比如说你这去发一条短信 发个邮件 或者是改变操作一个数据库 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边就咱们一般我这里边就做个测试 就直接输出一个流程结束了 咱们前边告诉它哪个流程结束了 咱们这个参数里边呢拿到一个流程的一个ID 它流程结束了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 And listener 咱们叫做And 然后这样就把这个路径 全路径记得是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就OK了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咱们看一下这整个的过程 咱们需要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我发起一个流程 然后第一步进入它这个一 第二步进入它这个二 然后到这按照节点 然后去执行这个方法 然后输出这条语句 这个是整个咱们要做的一个demo的一个整个过程 然后咱们这块去给它定一个KIN OK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这里边定一个assigner 咱们去拿到这个任务 咱们叫这个任务叫A吧 给用户A复制这个任务 咱们这么做是因为咱们可以直接拿这个任务ID 通过这个去拿一个任务ID 这样的话 就不用去数据库里边看 当然数据库里边也可以看 咱们看一下数据库里边其实是也能看到一个任务ID的 它这个表 这个组件这就是咱们这种ID 这个里边也可以看到的 咱们现在就不用数据库这个 让大家去更加熟悉一下如何拿任务 然后咱们还复制一个controller出来 咱们叫它按的controller 然后在按的controller里边 咱们叫它按的 第一步当然是发起流程 刚才咱们把它定义 定义出位置 定义到SRG下 怎么会跑到这边呢 把这两个删掉 图片要给它放出来 然后发起流程 发起流程咱们就不穿这些参数了 然后去拿流程的一个 咱们把这几个都去掉 拿流程的一个ID 这个是A 这个是B 咱们刚才定义的 然后咱们继续完成流程 然后最后看一下 这个是查询流程所在节点 OK 咱们部署一下流程 首先启动TOMCAD 然后在PM6 咱们叫它AND 然后在PM6 这是classpass CLSPTH.度 部署完了 咱们没有打淡点啊 肯定是部署完了 这个这块整个语句都打出来了 咱们看一下是否 按着是否部署成功了 按的看到了 没问题 然后发起流程实例 发起完流程实例 咱们查一下当前 发起完了以后 咱们查一下当前节点 肯定是在TASK1 然后再执行 然后到了TASK2 最后到了暗的节点 咱们要不打断点了 没问题 应该是 这是流程实例ID 咱们看一下 发起完了以后 咱们用流程实例ID 查一下当前所在的节点 是哪个节点 肯定是TASK1 再把它清空了一下 输出TASK1就没问题了 TASK1没问题 然后咱们看一下 他们的所有 就是A用户和B用户 他们这个 这个打一个断点 他们的各自的任务ID是什么 进来了 大家看一下 A用户任务ID是这个 B用户任务ID A用户任务ID 报错了 咱们看一下 B用户没有任务 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块 咱们定义的有问题 A B TASK TASK 看 Fight by PASS 看一下 咱们再执行一下 看一下 也说是B用户 它是报什么错 就是B用户没有找到这个任务 这是什么原因呢 啊 很 同理啊 就是很明显啊 咱们B用户现在还没有任务 因为没有到达它是个二节点 肯定会报错 咱们看一下 这用户所在的 看一下它的任务ID 它有两个任务ID 第一个任务是7003 咱们看哪个才是它真正的啊 它可能是以前也肯定是有一些任务 咱们这个开始用这个任务这个A不太好 就可能做测试的时候经常用A 这会干扰一下 A 这块也有个A 任务1 这以前做的时候咱们也用过 这是8月24号做的时候 今天咱们9月4号给A的事 咱们就是这个任务ID 其实它应该是类似的 这块数是它有两个任务 它肯定不是第一个 应该是第二个 才对 咱们就把它第二个打出来 第二个是这个 这个没有问题 跟咱们说的估计估计 我看到的一样 咱把这个完成了给它 完成了以后 这样的话 B用户就有了任务了 它任务ID也就有了 咱们首先看一下当前所在任务节点吧 当前所在任务节点 当然是在Task1里边 输出应该是Task1 没问题 然后完成了以后 肯定会来到Task2几点 然后B任务也就有了任务 完成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B用户肯定是有任务的 怎么看 这样刚才A用户有两个任务 B用户没有任务 现在A用户完成了一个 它有一个了 它应该是Size等于E 它这块也有一个 咱们看一下是不是咱们要的那个效果 A用户 A用户这块报错了 看一下 A用户现在不能拿E了 应该是0才对 因为它只有一个任务 这样就没有错了 OK 没问题 A用户就剩一个了 B用户现在也有了一个 它就是它任务 然后咱们看一下 现在所在的节点 应该是在Task2里边 Task2没有问题 然后把B用户的任务也完成了 在完成之前 大家一定要做一个预想 就是完成以后 到达的是哪个节点 到达的是暗的节点 就是B用户有一个任务 它在Task2节点上 现在Task2节点上 有一个任务 完成以后 直接进入暗的节点 直接流程整个结束了 暗的节点 不做停留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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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现在 咱们看一下 当前流程所在的节点 咱们看的是什么效果 爆错 为什么呢 因为当前流程已经结束了 你拿不到它的节点 你拿到这个set 应该是空的 空的话 你这样图示进行的方法 肯定会爆错 这暴走 就是控制中的一个错误 所以说 咱们这样的情况下是 找不到这个 这种情况下 是 扎不住这个暗的节点 那个暗的方法了 只有这个 在这个暗的里边 会输出这个以后 才会抓住 刚才咱们没有去 关注这个 是否打印出这个了 我把这个取消了 咱们再走一遍 再走一遍 看一下 是否会能打印这条语句 打印了这条语句 刚才咱们重演 去告诉大家的是 就是我这个拿 走完以后 你是不能通过这个 Find当前的一个名称 拿到这个判断 是否走到结束节点了 必须通过一个监听 去判断 是否走到结束节点了 当前刚才只做了一半 咱们再做一个 咱们再发起一个流程 有程实力 就是它 我们快速地去完成 这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 咱们就直接 从库里边去找这个任务 教大家一种方式 直接从库里边找 它这个表 找这个A用户说的任务 它任务ID就是它 完成了以后 直接到了B任务 完成 没有问题 咱们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没了 记住尾号是14 没有了 变成16了 现在记住TAS2 把TAS2也给完成了 然后 这个完成的过程中 完成之前 再想想 是什么结果 上次咱们因为 没有去关注这个输出 是这条输出 什么什么流程结束了 这次咱们重点 关注一下输出 咱们看一下 完成以后 是否要输出这条语句 看一下 看见了吗 流程 什么时候ID结束了 跟咱们预想的一样 就是说 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一种监听的方式 才能去获取到一个流程 是否结束了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也是咱们在JBPM的时候 一定要用到的 就是基本上 99%的要用到的一种方式 我在按的节点 里边去如何做一些事情 去监听 这个流程已经结束了 就是用这个 EventListener 继承个EventListener接口 然后去 在这个接口里边 写你自己的业务 然后这个EventListener 在这个里边去配置一下 在按的里边去 配置一下就OK了 咱们一般是配置在STAR节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有STAR节点 才能拿到这个 流程实例的ID 才能拿这个 如果你配到按的 这个是 流程实例已经完成了 再拿到ID 肯定就没有了 这样的话 你就会报错的 所以说咱们一般都是STAR 这个整个就这个过程 这个就是咱们这节课 讲到的一个重要方法 就是怎么去获取 按的节点 怎么通过 EventListener 去获取一个流程结束的事件 并且写咱们的业务代码 咱们这节课就讲这么一个方法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